1960年的Locus Type 18赛车是以蓝白错为主配色 是Locus首部踩中置引擎配置的赛车 当时还在摩纳哥站夺下车队首度感位且赢得冠军夹击 因此选择以这部赛车之涂装为限量特式车的配色之一 1968年Type 49B赛车是以当时最大烟瓶赞助商的经典红白金色调为主要配色 驾驶这部赛车的车手Bram Peele在当年夺下年度冠军车手之荣耀 因此选择这部车的配色作为这次特式车的款式之一再适合不过 1972年由Emerson Fittipoli所驾驶的DYP172D赛车赢得当年的车手冠军 而该车手生涯共夺得72场的分战胜利 因此以当年赛车之黑、金配色也被选为这次的配色之一 1980年Type 81赛车相较之下就没前三部赛车拥有辉煌的战机加持 使当年因车重步加其机械故障的阴影下 仅在巴西战夺的第二名成绩成为全年唯一亮点 解当时最大赞助商Martini车司使得车队差点玩不下去 不过最终SX石油拉了Locus一把而将配色改为蓝、红色调 算是为了感激当时的赞助商选择Type R11赛车作为本次的经典配色之一 拥有这四款经典赛车配色的条件是需额外多花6、350英镑的费用 但不单单仅配色不同 即费用还包含有Deb音响系统、空调、巡航控制及轻量化轮圈与刹车系统升级的费用在内 这些费用加总后期车价来到46、250英镑 约新台币175万 解供限量100部的名额想拥有历史手脚可要加快TL的